治疗脑族中的药物呢 主要我们说的第一个是预防脑族中发作的药物 那就是我们常用的抗小板药物 包括我们吃的阿斯匹林 绿布格雷 现在还有其他新型的抗小板药物 那么对于有些特殊类型的族中 我们可能还要使用抗凝硬的药物 比如说新原型的族中 防颤硬级的族中 那这种病人可能要吃滑法令 或者新型的口服抗凝硬剂来预防族中 第二类药物呢 就是危险因素的控制这类的药物 那就包括我们要用他丁 要用降高血压的药物 比如血压高的话 如果糖尿病的话 要用控制血糖的药物 还有血脂异常的话 我们要用降脂的一些药物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我们要针对性的给一些药物 所以只有规范规律的使用这样的药物 族中的复发或者族中的发生 才会大幅度的下降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服用抗血压板抗凝硬药物 最担心的就是出血的问题 所以最主要要关注消化道 皮肤 牙龈 这些地方有没有出血 包括颅内有没有出血 所以这个是要重点去观察的 如果出现了牙龈出血了 大便带血了 那你就要尽快的就医 来调整这样的药物 那么其他的一些药物 包括我们用的塔丁的药物 可能会出现肝功的一些损害 但大多数这些